娱乐至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娱乐圈的大龄单身女星不少 每当被问及感情发展时 大多数人会说,以事业为重,工作太忙为时间恋爱 可耗着耗着,事业是有了 有缘人却一直等不来 于是小花们吸取了前辈身上的经验教训 不管入圈多久,不管事业发展如何 爱情来了,就接招 比如这七位小花,堪称集体放飞 就接二连三被爆出一次恋爱 其实年龄到了,谈个恋爱也算正常 但频繁发生这种事情,却无一暴露了 年轻人在娱乐圈中的三个尴尬现状 一,孙谦 孙谦出生于1997年,今年也才24岁 之所以被大家所识,是因为他长相酷似全知贤 不少网友都称其为小轻松一 其实他运气也算好,因独特的气质 很早就被光细传媒牵下 19岁凭借一部《我的青春都是你》 正式进入园艺圈 20岁主演《快把我哥带走》时 已有不少观众认识 不过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外表上 但演技方面,他几乎没掀起多大水花 直到2020年他参加了《演员请就位》 饰演甄嬛大寿尔东升导演喜欢 和老演员张海宇搭档表演 被郭金明表扬是全场最棒的演出 陈凯歌也急于肯定 孙谦的实力和潜力才被更多人看到 前不久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热播》 孙谦的表情也被受观众认可 这么看来孙谦的视野之路正在慢慢打开 不过这部剧播完才没多久 就有人拍到了孙谦和剧中饰演 其男友的泰勒私下约会 两人举止亲密 刚见面就迫不及待拥抱在一起 还一同回家 一次恋情被曝光 而泰勒也只是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 2020年因为参加了《明日之子》第四季 走进观众视野 如果两人真的恋爱了 不知是否会影响到视野的发展 2.周野 随着中餐厅热播《小花周野》 逐渐被观众熟知 节目里的她性格开朗 无论和同龄人还是前辈们都相处得很愉快 做起饭来也像模像样 堪称宝藏女孩一个 但如果看到她更多的综艺节目或者影视作品 就会发现她并不是个简单的女孩 周野出生于1998年 从小就比较好强 高一便进入学校内的国际部雅思班 高三突然决定转读传媒班 临时参加了医考 最终以全国排名第36名的成绩 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足以见得周野自身实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 所以还在上大学时 她就出演了不少作品 其中最出名的 当属周冬雨 易烊切喜主演的《少年的你》 周野在片中饰演坏女孩 未来演得真有点让人恨之入骨 所以大家记住了她 之后她不仅演戏 还参加了不少综艺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综艺合作的对象 要么是宋丹丹书奇 要么是黄晓明明镜 有如此好的资源 因为周野背后的老板是李冰冰 加上她自己也比较努力 上级和聪明 自然发展还不错 而在参加了50公里桃花物后 她突然被爆 疑似跟同综艺中的赖冠林的恋爱 让众人感到很意外 毕竟赖冠林才20岁 事业上也完全没有水花 大家怎么看 两人除了颜值 其他方面都不搭 不过被爆之后 双方都未发生 是真是假 我们不得而知 3.沈月 说起沈月 大家能够想起的作品 就是流星花园 和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她在剧中饰演女主 董山菜 沈月的长相不算美得惊艳的那种 但很有离家女孩的感觉 性格也非常低调 加之演技方面 也没有优秀到 让人一眼就记住的地步 所以她走到如今 还没有大火过 其实沈月并非专业出身 2014年 她以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全省第一的成绩 考入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最初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 进电视台当个编导 为此还在湖南卫视实习过 只是后来偶然的机会 再一次拍摄中 顶替了缺席的模特 照片发出去后 便被人看中 这才走上了演艺道路 想必沈月在事业方面的好强心 还真不是太强 是自己开心就好的那种类型 如今24岁的最好的年纪 她似乎也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之前曾有媒体拍到 沈月和一位男子相约街头的照片 两人共同乘坐一辆小店驴 看起来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互动也是相当的亲密 依次恋情曝光 照片中的男孩不少网友觉得 是饰演过电视剧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 陆阳的孙宁 如果是真 看来又是一对 硬系深情的年轻小情侣啊 4.孔雪儿 这个名字也许不少人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说起泽奈 说起她的好朋友余淑欣 大家应该就有所耳闻了 孔雪儿是名唱跳歌手 真正走入大洲视野的 应该是通过《青春有你》第二季 她通过扎实的舞蹈功底和甜美的长相 最终以第八名的成绩成团出道 但当下的娱乐圈内 会唱歌跳舞 长得又漂亮的女孩遍地都是 孔雪儿并未能大获 只是跟着团队参加一些晚会 演出 发展平平 不过和其他成员不一样的是 出道时间不长 年龄不大 她身上的感情绯闻 却一直没有听过 最近的一次 孔雪儿被爆出和一位帅哥 同时出入餐厅 对方还帮她领包开车门 之后两人到达孔雪儿的住处 一起下了车 孔雪儿一路小跑进了楼房里 帅哥则跟在身后 也进入了建筑里 疑似恋情曝光 看来艺人们的生活还挺丰富 工作爱情两不悟 5.李更西 李更西是一位00后小花 因为在小花心里的精彩表现 大家看到她就会想起乔英子 李更西之所以能够年纪轻轻 就在娱乐圈脱颖而出 一方面是天赋 一方面是徐静雷的帮助 她从小喜欢表演 时不时就给家里的亲戚朋友 来一段模仿秀 初中去了国外读书 在学校加入画剧社 而李更西的父亲和徐静雷 在一起学过画画 所以她就在徐静雷面前提起过女儿 刚好那时徐静雷在筹备 网剧项目 并邀请李更西参演 还将她迁入自己的公司 亲自教她表演 小欢喜之后 李更西在二十不获饰演 思议撒爽 恐涉交有网瘾的罗燕 也未受观众认可 可在此之后就在吴家座 21岁的年纪 被爆和一位摇滚歌手 一起看演出 孩童喝一杯酒 互动亲密 关起悲浅 6.林允 想必不用多说 林允这个名字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代表做美人鱼 还有和冯绍峰之间的一段恋情传闻 另外她还有一个称号 新女郎 在私底下 她和周星驰的关系非常好 虽然据林允出演 美人鱼已经过去了五年 不少人会以为 林允已经年龄不小了 而实际上 她现在也才只有25岁 所以称得上成名很早了 不过在美人鱼之后 她并没有什么经典作品了 反倒是参加了不少综艺 憨憨的可爱的性格 圈粉不少 但年轻演员 想要靠着综艺长红 似乎有点难 但在恋情上 林允似乎没歇着 和冯绍峰被传出举止亲密 牵手逛街 后来又和宋威龙 因喜生情 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分开之后 和梁靖康传过绯闻 还有好友王大璐 最近一次 他又被拍到和歌手 闫人中一同回家 还去篮球场玩 一次恋情曝光 作品不多 感情故事却不少 不知对于一个年轻演员而言 是好是坏呢 7.蔡卓怡 通过一档怦然在行动 王子文 吴永恩的甜蜜牵手 受到祝福 但还有另外一对嘉宾 被爆恋爱 却备受争议 王大璐和倪平一样 只是扮演 女嘉宾们的家人角色 27岁的蔡卓怡 则是抱着不出意外 不会再结婚的态度 来相亲 节目中 月月和蔡卓怡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让不少观众感到遗憾 而令人意外的是 王大璐却近水楼台新得月 被拍到和蔡卓怡甜蜜约会 两人在公共场合又冷又爆 举止亲密 疑似恋情曝光 这不仅让观众很疑惑 蔡卓怡不是对爱情 还没有想明白吗 节目里刚拒绝了月月 还说自己要以事业为主 怎么转头就跟王大璐好上了呢 不过感情这事谁说的准呢 小花们的背包恋爱 看起来是甜甜蜜蜜 满脸幸福了 却无意暴露了娱乐圈新人的三个尴尬现状 一 实力不够 非文来凑 想想以前的老戏骨 或者娱乐圈中的那些优秀的演员 通常出圈的都是因为角色 因为工作 而现在的年轻艺人 动不动就因为恋情上热搜 也许他们也并不想自己的感情私事 备受关注 但正因为他们的实力 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所以大家才关注起了其生活 这也正因为作品不够硬 有的公司才拿感情来播关注 从而提升艺人的热度 但这始终是不长久的 二 工作时杂念太多 系里敷衍 戏外认真 作为演员 依系申请的确不可避免 年轻人们又正处于情到初开的年纪 所以入戏之后 很容易把虚拟的感情 幻想成真实的爱情 本来入戏是好事 但因为演技实力不足 大多数年轻演员在镜头面前的表现 还是很尴尬 在私底下却很快 打得火热 只能说有的人 也许是工作时杂念太多 也表现不佳 反而延续到了工作之外 三 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不是说年轻不能谈恋爱 而是不少年轻人 对自我发展的规划很模糊 娱乐圈的路 虽然不好走 能有大成就的人 都在背后默默付出了汗水和泪水 而如今的不少年轻人 因为工作压力大 休息时便开始释放 购物 游玩 谈恋爱 没几个人能抓紧大好青春年华 努力给自己充电 最后玩是玩高兴了 事业却原地踏步 这样看来当下年轻一代的艺人们 很难取得大众认可的成就 也就不奇怪了 成名后飘飘然 急于享乐 不懂付出和长远的规划 何来回报 当然最后这段只是圈美个人意见 有感而发 大家随便听听就好啦 好了 今天的瓜这吃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 我都评论区